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宁愿孤独也要远离这十种人 一起来听 第一种借钱不还的人 有些人呢借钱的时候低声下气 还钱的时候装大爷 出而反而言而无信 有些人一次一次的向你借钱 借口五花八门 有时候呢宁愿诅咒自己 就是为了借钱 但从来不说还钱 你提借还钱还会得到一堆侮辱的话 第二种是不孝顺父母的人 对父母都不闻不问的人 靠不住一定不安好心 甚至是啃老族毫无交往的意义 他们还数落父母的不对 较缩别人不要对父母好 真的很可恶 第三种是损人利己的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从来不顾及他人的利益 踩着你的痛苦往上爬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甚至下毒手 第四种 喂不饱的人 你可怜一个人 只是一次一次的付出 从来费力不讨好 他们甚至会把你的给予 当成理所当然 等哪天你不给了 就骂你 从来都自以为是 对于他们来说 连一句谢谢都是奢侈 第五种 当面是人 背面是鬼的人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和你说的好好的 一转身就翻脸不认人 翻脸比翻书都快 有的人呢 背后冲你捅刀子 见了面和你笑嘻嘻 典型的笑面虎 双面人 第六种 假装爱你的人 有些人呢 为了获取利益 假装爱你 爱得如火如荼 另一方面 去安堵陈仓 和别人勾结 把你的感情 金钱 心情 骗得一干二净 最后 拍屁股走人 第七种 斤斤计较的人 你做错了一点点小事情 人家一辈子记得你 恨你 不管你做多少好事 都得不到原谅 在金钱利益方面 特别明显 一分钱都要和你数清楚 第八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们永远以为 自己就是世界第一 你的建议从来不听 哪怕是错了 还是固执地往前冲 他们永远不把别人 放在眼里 从来不会认错 第九种 喜欢转接错误 推卸责任的人 他们喜欢把责任 推卸给别人 出厨艺的时候 扣若悬河 出问题的时候 溜得比兔子还快 总要找别人背黑锅 第十种 墙头草一样的人 永远没有自己的主见 永远都以为别人是对的 刚刚和你说好 怎么着手做事 然后就听别人的了 把你的计划 弄得一团糟 还有的人 见别人是老板 有钱 就为力是图 永远往更大的老板身上靠 这样的人呢 可千万不要 和他们深交啊 朋友们 我们 共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